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3月16日 欧足联调查果米球迷被拒入场 据Football Daily报道 欧足联正在调查关于果米球迷被拒入场的事情 欧贯联16强次回合比赛中 果米客场0比0战合波图 最终凭几手回合1比0的胜利顺利晋级 不过据报道 次回合比赛有数千名果米球迷被拒入场 Football Daily官推上写道 欧足联正在调查波图主赢果米的比赛前 球场外的群众骚乱事件 约有一千名持有有效门票的果米球迷被拒绝进入体育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情况是谁让记得不林胜利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